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像可以講中文吧 OK 好 感謝大家來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最近開發一個 一個自由軟體叫做TincoID 然後這個TincoID的話 在最近獲得台北市的採納 然後我們最近會開始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在畫重點 就是說在今年一月底的時候 一月底的時候就是台北市政府 就是台北市智慧城市專案 然後跟IALTA基金會簽署一個合作標誌 就是想要去用這個區塊鏈技術 來解決這些市政的問題 然後所以接下來我講的東西 是不能代表台北市政府 不過只是一個技術的提供者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這個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一些經驗 然後這個TincoID跟IALTA的關聯在哪裡 就是TincoID是一個應用 它的底層技術是在IALTA的區塊鏈技術之上 如果你對這相關知識沒有概念的話 我稍微幫你做一些介紹 IALTA是一個區塊鏈技術 然後事實上它沒有區塊鏈鏈 但是在分類來說 分類來說我們還是歸屬在第三 就是在區塊鏈的技術 那我們現在想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資產 像你每天會在台北市會用到悠遊卡 你會在台北市會享有一些公共服務 比方說圖書館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女兒上個月出生 然後我這個月我就收到 就是新北市政府寄來的那個叫什麼 叫做健保卡啦 還有幫人說圖書證 你可以看到像圖書證本身它就很有趣 就是說它是一個讓你存取到圖書館資源的一個證件 但是你看一個人要持有這個健保卡 然後圖書證 那接著還會有什麼駕照啦 你想到一代的證件 那這些東西背後有沒有可能把它數位化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就是說我們能建立一個公眾的網路 那公眾網路可以讓你去追蹤這些資料 不管是你的戶籍啦 不管是你的親屬關係 然後甚至讓整件事可以變得更有效率 這個很難用英文講 這個意思很難用英文講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會講到一些詞 比方說戶籍藤本 我想大家小時候都有帶過戶籍藤本 你想戶籍藤本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它最主要的意義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你媽媽叫什麼名字 你有沒有弟弟 有沒有妹妹 有沒有姐姐有沒有哥哥 那這個東西從頭到尾 它可能不花太多什麼錢 就是做一份戶籍藤本 不花什麼錢 但是問題是你永遠都要帶著這個證本 去證明你的身份 否則你很難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 相對短的時間 比方說在學校註冊的時候 知道你的父母親 你的監護人是誰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如果說每件事都要像剛才講的 就是說你都要帶證本 比方說你要帶你的畢業證書 以確保說你讀過某某大學 你要帶你的 那叫什麼叫做退伍令 才知道你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這個人是不是有什麼 有那個藝男身份 那這個過往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本 你都要帶這些證本 然後跑來跑去 那對方要去驗證的 成本也是滿高的 不是你帶了證本 他就有辦法驗證 比方說你今天讀了交通大學 我們總知道你在交通大學 是低分飛過呢 還是高空飛過呢 所以你又要再重新印一個叫什麼 叫身份證 成績單 那這個成績單呢 本身你就是印 這一樣它不是花多少錢對不對 你公本費可能就30塊 但是你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中 你要去印字 不要跑到學校 然後重新印 那你還很難回想你的學號 然後印完之後 你要帶到 要求這些資料的公司 這個耗費的時間成本 是遠大於那個工本費30塊的 你說300塊 都有可能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想法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創造一個這樣的基礎建設 把這些身份的觀念 都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簡單來說 它有三個主要的切入點 就是說我們想要去 用一個更有效的方法去驗證身份 然後很多服務本身 它是可以整合的 然後再來是你可能知道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那種第三方支付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現在不是說這個機制不好 而是說這些機制跟機制的存在 它其實它的關聯其實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能不能用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去讓大家做一些 看起來交易費可能不是 就是它交易費很低 然後呢 但是它可能很頻繁 我們後面會講一些例子 比如說也許是由民眾去提供資料給政府 然後政府呢 依據這個民間提供的資料 比如說空氣污染資料 水污染資料 然後斟酌給一些獎勵 那些獎勵呢 可能一天只有一塊兩塊新台幣 但是如果說用轉帳的話 你就發現說轉帳的手續費就15塊 那你不太可能說政府倒貼去 還要倒貼這個轉帳費 這個就不是很有效率的事情 那同樣的我們就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系統 然後你可以去追蹤 然後 所以簡單來說呢 我們 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就我現在還不能跟你講太多事情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我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人 我只是提供技術的人 第二個是 你懂嗎 年底要選舉 選舉的時候呢 這些花照就會出來 不就是這些東西就會慢慢出來 所以我不能講太多 那你陸續可以看得到 好 那所以我們就是 現在小馬就說呢 像你看到畫面中這些單位 它或多或少 都需要各式各樣的證件 那這些證件呢 要去驗證其實非常困難 比如說你想 你在銀行開戶 你往往要可能開戶要 30分鐘40分鐘 或是更長時間 那如果說你有跟我一樣 有一樣的經驗就是 我去銀行借過錢 那借錢的來講 它一樣要做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那通常我們說做這件事 我們通常叫做KYC 那KYC的全名叫什麼 叫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去檢驗開戶的這些開戶人 他的那個身份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 做KYC的時候呢 往往很大比例都是幹嘛 就是比方說 知道你的薪資紀錄 知道你住哪裡 然後這些事你可以看到 跟左邊那些什麼警察局啦 或是說你的學歷啦 或是說你的居住的這個紀錄 這些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 但是往往呢 過去我們都要用大量的紙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過去的那個基礎建設 有很大量都是這種 紙本 紙本在解決問題 那這些紙本呢 它非常容易偽造 而且它在攜帶上 有非常大的困難 我想大家 從小到大都有遇到這種經驗吧 你就忘了帶某某證件 導致你什麼事要重來 那重新辦理 那或者說呢 會要求你去補件 要求補件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你補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做一個基礎建設 這個基礎建設 你就想說 這上面是一個網路 這網路呢 把這些身分識別的印字 把它記住在這上面 那更具體來說 我們存東西不是原始的資料 存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hash 或是一個checkson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只把這些東西 放在什麼 放在我們的網路上 那但是這樣的話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這個資料量其實不是特別大 你想你從小到大 你所有證件把它check上 把它hash 把它放到你的網路上 這個資料量其實沒有說非常大 但是呢它的意義很大 比方說我今天要去查證某某人 比方說某某人是不是真的從交通大學畢業 那我只要把他的一些相關資料輸進去 那我就很快呢 我就算完這hash 我就直接在上面找 這個hash有沒有存在在網路上 有的話表示什麼 這個證件是存在的 那有些證件它是有時效的 也就是說它的時間可能是 比方說有效時間是一年 那有些證件比較特別 它可能有效時間是半年 或者說直線特定區域 那一樣你也是把它可以丟到這個網路上 去做這個做運算 那我們把這件事叫做自主身份認證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檢驗的時候呢 它不需要你跟原始單位去檢驗 我們其實這些傳遞的時候 都是一些數位的憑證 但是我檢驗的時候 是在這個整個網路上去檢驗 那反過來說呢 這些部門跟部門之間 大家要整合這個 我們天空ID的服務的時候 也是很單純的 它不用改動到原本的資料庫的結構 不需要改動 但是我們提供的就是說 我們定期呢 或者不定期提供一些 就是檢驗 就是把這些資料庫把它打包 檢驗 然後做一個簽章 那我們就是去詢問 這個簽章上是否在這個網上存在 所以概念其實很單純 這個剛剛提過 就是在今年1月去採用 那如果說你在Twitter上面找這個 TangoID可以找到一些介紹 那在台灣介紹比較少 你懂啊 一個專案要揮成功的話 通常不能有台灣太多的曝光 不然人家會覺得 會覺得這個專案很熟 你懂嗎 好 這不好笑 好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比較多的一些合作案 其實在台灣以外的地方 那台北市政府算是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就當作一個實驗場域 然後這邊幫台北市政府 介紹一下這個專案 那台北市政府有個東西叫做 Smart Taipei 那Smart Taipei 就是由台北智慧城市 是辦公室去辦理的 所以當時有很多目標 像畫面中可以看到 從這個居家照護啦 交通啦 健康照護啦 還有一些什麼 諮詢安全的議題 那更具體來說的話呢 其實他的 台北市政府這樣想做的事非常多 但是我今天沒有代表台北 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他大概做了哪些事 那我們具體來想說 這樣東西怎麼去運用 先給大家做一個想像 就是說你看在台北市有很多像 U-bike啦 或是U-motor啦 或是U-car 這種租借 短期租借服務 那過去的問題呢 就是過去這些機制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說 它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它的清潔算 你在使用你的U-bike的時候 你需要做什麼事 你需要去相關的網站 去登錄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去輸入那些相關資料 然後呢 其實呢 這些資料輸入之後呢 其實你也不能做什麼事 對吧 其實你就把資料提供給這個什麼 提供服務的人 那提供服務的人呢 有了你的資料之後呢 他讓你的U-O-car 可以跟這個什麼 可以跟你的這個服務 可以建立一個關聯 對吧 那從頭到尾它的關鍵是這個 你的身份識別的什麼 識別的一個 我們只是建立一個關聯 然後 但是過去這種機制有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假設你填的資料是錯的 那所以 如果你真的填錯資料 或者你的資料是過時的 你不是有意要給舊的資料 你可能是過時的 比方說你改名字了 你換居住地了 你換了電話號碼 但是問題來 這些服務呢 它沒有一個它可以主動去追蹤你 因為它所有的資料都是一個的 它所有的資料只是一份副本而已 就是你從頭到尾 如果是這些租倫的服務 它其他最重的東西只是一個 資料的一個副本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人 就是人在這過程中的這個關聯 你永遠 人的資訊只要變更之後呢 這些東西都是脫鉤的 這是過往在這些租倫服務的一個大問題 然後再次呢 延伸這個問題 你會發現說 同樣在信用評比也是評比不出來 我們沒辦法說從你的這個 我們可以知道你的租借紀錄 我可以知道說 你是不是一個妥善的一個保管人 就是你使用這些車子的時候 不管是腳踏車啦 機車啦 我們可以知道你有沒有妥善保管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 你在最後一刻 會不會有什麼變革 其實不曉得 也不太可能說 從你過去的紀錄回推說 你真是用的狀況 因為這些信用的評比其實怎樣 只是最後變成一個法院傳票的一個基礎 這是在過去這種建設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同樣的問題 也可以在居家照顧也會發現 而台北市其實花很多心思去想 這一系列的問題 不管是台北市也好 新北市 可能大家知道的問題就是說 像新北市的話 它人口已經將近400萬人 現在就是 上市我看的時候是398萬 那現在就是要等待新生兒 或者更多人遷入進來 要衝到400萬 那一個城市衝到400萬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至少在台灣 這說明了什麼呢 這說明了從西北市的400萬 再加台北市的160萬 所以這其實加起來是很近人數字 你就稍微估算一下 這樣估算起來 它是將近600萬人 那600萬人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才講到的交通 只是其中一個小環節 那更多的包含說 這些照護問題 這些越來越多的老人 不只是老人 或是傷患 這些傷者患者 這些都是怎樣 都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但是一樣 這些問題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公通點是什麼 它的資料都是用什麼 只是一個副本去追蹤 所以你根本就不曉得 它的充足狀況 然後永遠這些病患 尤其是老人家 它出問題的時候 往往都只能聯絡在 法律上它的兒子 或者說女兒 養子養女 但是真正照顧它的 真正跟它身邊有關聯的人 其實在過往的系統 是追蹤不到的 對吧 就是發生說人際圈什麼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登入這些機構的時候 你在加入這些機構的時候 或是存取這些公有服務的時候 永遠都是只是一部分的資料 好 那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的TangoID這個專案 到底怎麼跟台北市政府有關聯 這個故事就稍微追溯一下 最早我們這個TangoID 它是在 它是2017年的暑假 就是 它其實一開始是兩個大學生的專案 我們就在成功大學做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其實 我們一開始呢 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只是想要說 能不能在區塊鏈上面去追蹤身份 所以一開始動機很簡單 就兩個 而且是兩個大學生 兩個大學生去開發 然後 我們那時候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跟這個空氣盒子 那這個空氣盒子呢 在全台灣呢 有超過3000個裝置被安裝 那全世界的話 有大約有5000多台裝置 那它在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空氣盒子就是一個 比較低廉的 低價的一個感測器 感測器裝置 剛好在上週吧 就是 上週一樣在交通大學 那有一個Lars年會 那這個Lars年會呢 很有意思 就是 像剛才提到 就是它用一些很低價的感測器 然後呢去搭載一個網路骨幹 那這網路骨幹呢 就想說 有很多人去提供這些 即時的資料 那你可以透過一些統計啊 透過分析可以知道說 這個一個地區 它的這個空氣污染狀況 那甚至可以用拿這些資料 如果資料量夠大的話 可以去預測 未來的那個變化 好 那我們在去年我們就做一件事 因為我們發現說 像這樣的專門 它已經運作了一陣子 這個專門運作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那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信任要被建立它很困難 但是要破壞很容易 比方說 你如果有人蓄意去提供假資料 到這樣的一個網路的話 你想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有人蓄意提供假資料的話 這就像那個 那個有一句諺語叫什麼 叫做 一粒老鼠屎換了一鍋粥 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 絕大多數的人 提供這些資料 因為它是無償提供的 提供資料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 是善意的提供的 但是有人可能就提 在某個時期提供假的資料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信任基礎 把它完全打破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再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這上面要怎麼去創造一個經濟誘因 因為這上面的這個運作呢 就像得扁一樣 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自願 自願去提供資料 但是很多時候呢 它上面會有些經濟活動 什麼經濟活動呢 比方說 有人可能想要去買 買這上面的空氣污染的資料 買上面這個水污染的資料 好 那問題來 如果有人想要購買的時候 反而不知道怎麼購買 因為資料量是 資料是從那個 好多的感測 你就想 有三千個感測去 三千個感測去 上面去收起來的 這三千個感測器 背後可能有兩千個人 那你要怎麼跟這兩千人去 去什麼 去買賣資料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去年 就嘗試做一件事 我們就是 我們先做一件事就是 我們引入一個 區塊鏈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 我們前面有提過 叫做IOTA 那IOTA背後的網路 稱為叫Tangle 這不要搞錯 這個是 區塊鏈的技術 那它的 背後的網路 我們稱為叫做Tangle 這是網路 那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把它 不是把它 放棄 不是放棄在資料庫儲存 不是 而是說 除了放在資料庫以外 我們也把一部分資料 把它轉到這個Tangle上 所以你就想要 我們有一個區塊鏈網路 那這個區塊鏈網路 那這個區塊鏈網路是 全世界幾天台機器 一起 大家維護的一個網路 那這個網路 可以去確保 每一份資料 它不會被 不會被篡改 或者說確保說 它的資料的更新過程中 每一步都可以追蹤的 那除了這以外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去買賣資料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想就是說 你上面去找上面的市集 那比方說你想要買台中區 台中區的這個什麼 這個空氣污染資料 那台中區的空氣污染資料呢 通常只對特定區有興趣嘛 比方說像 假設我住在北屯區 那我就只對北屯 以及它相關區有興趣 那你對 暫時對物風 可能那個區 暫時沒興趣 那你就買特定區的資料 可能買最近三年 那買賣的時候呢 我們就怎樣呢 就跟這上面的節點去溝通 就是去問 我今天假設台幣五萬塊想要買 那這些節點能不能提供資料 然後相互檢驗 所以有兩種人可以賺到錢 就在這個地方的經濟誘因是這樣 有兩種人可以賺到錢 一個是提供資料的人 就是搭建這些感測器 提供資料的人 那另外一個是協助檢驗的人 因為其他人做的事情就有點像GPG 你就去簽章 就是說 除了有人提供原始資料以外 那其他人去檢驗 就是說我們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比如說以經濟 以那個地理 地理的考量點 以這個資料的正確性 去建構一個模式 就是說取到多少的可信度 比方說你的信賴區 肯定是95% 那一些東西的觀念度是多高 那再租誰這個去做 所以這是我們去年做的 就是在207年的下半年做的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呢 做的還算成功吧 然後所以就開始 台北市政府就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就開始跟我們談 談說怎麼做下一步的合作 所以就大概有剛剛的那些故事 那這樣的基礎建設 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那這樣的基礎建設 你要怎麼去用它呢 那這邊就是我給大家一個 一些可能想像空間 第一個你可能知道就是說 比如說在台北市呢 有一些新的一些交通的基礎建設 開始被提出來 比如說在那個新一路上呢 會有一個自駕車 那這個叫Easy 10 那台灣不是只有這樣車啦 其實在台北、台中、高雄 這三個地方呢 基本上都有這個自動車 那初期都是這種形式 就是說比如說在特定時段 比如說台北市的話 就是凌晨一點到四點 在新一路上 會有這樣的一個車子 會做測試 那它不是完全無人嘛 你在畫面中看到它顯然有人 但是就是說駕駛 駕駛的話是自動駕駛 那像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 它很有趣 因為如果它相關的這些機構 到自動駕駛都做成熟之後呢 而且你可以確保它的這個 通訊是沒問題的 這個VtoV就是說這個 車輛對車輛 還有車輛對其他的諮詢設備 如果這樣的東西都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想說它可以在沒有人 主導的前提下 它可以自我運作 那你甚至還可以創造一個東西 叫什麼呢 就是預約制的 有點像 這件事有點像Uber 你可以去什麼 去媒合說 哪些人很想搭公車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自己訂一個路線 那如果說你比較關注新北市的市政的話 新北市有一個計畫叫做蛙跳公車 這個蛙 青蛙的蛙 然後跳就是跳越的跳 什麼叫蛙跳公車呢 就是新北市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新北市很多的人口 很多的上班族 它其實不是在新北市上班的 它是在台北市上班 那在台北市上完班之後呢 再移動到什麼 新北市 所以每天都是從那個北北基 就是整個 從那個基隆啦 新北啦 台北 這三個地區都可以移動 甚至有人還會移動到桃園 那所以這個公車路線其實非常困難 那如果說你照過往 用那個公家的方式去找出它路線啊 跟那個民營的那個什麼單位去溝通的時候 這很困難對不對 因為你要確保說它有足夠的這個經濟誘因啊 你要確保說這個路線呢 有足夠多的人才能夠去運作 那蛙跳公車的這個想法就是說呢 它讓市民自己上網 然後去寫你想要的路線 比方說你的路線要停進那個什麼 從林口啦 然後它會經過 然後經過一些區域 然後最後到內湖 比方說這樣的一個路線 那開始就你們在上面投票 那投票完之後呢 就看 就跟那個什麼 公車業者去談 去想 既然有那麼多連署啊 這樣的東西是不是有這個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 獨立運作的一個路線 然後再去談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概念很好 但是落實很困難 第一個你怎麼知道有人亂灌票 而且再來是說 假設你今天真的有個 林口到內湖的路線 對不對 那你今天這個路線弄出來之後 你可能就不搭了 為什麼 你可能換工作了對不對 或是說你的生活圈就改變了 那這些連署的人 可能就是你當時找出來的同事們 或是說你的親友團 所以這過往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都很難落實的原因是說 因為我們從界定路線的人 然後這個什麼 廠商到公家的這個單位 怎麼去規劃這個路線 然後因為你要避開某些 不能走的路 有些路線是 比方說它是管制區域 那有些路線是 它可能會跟其他的業者 會有一些衝突 利益的衝突 或是說路線上那個尖峰度的衝突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想 如果這樣的基礎建設可以做完之後 你可以想 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小群人 這群人他可能不是那麼在意這個時間 比方說我們所謂的英法族 或是說 可能常常需要醫院報到人 他可能不是那麼在意他的時間 他晚個20分鐘 晚個40分鐘 他們是可以接受 那他們 因為他們需要其他人的協助 可能他們就需要這樣的一個公車 但他可以透過他的手機 透過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去預約 他的那個路線 而且最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東西他不需要中間人 所以 只要在特地區 他就可以開始去走 你可以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想像困難是蠻大的 雖然 現在缺乏蠻多基礎建設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在做的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就是在台北市政府 做廢棄物的管理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像這個台北市也好 新北市也好 那個基隆市 或者說整個桃園 那這些都有非常大量的廢棄物 這個廢棄物 它的背後 其實都會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經濟因素在裡面 什麼經濟因素呢 比方說垃圾需要回收 然後再來是 我們的環境的那個 環境的維護 其實它都是有非常多的外包廠商 然後再來是說 這個垃圾的類型有很多種 從這個工業廢棄物啦 家庭廢棄物啦 然後到那些 中間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 比方說你在分化爐啦 它可能有一些中間類型的 的那個什麼 的產物 那這些過程中呢 你會發現說它不是 垃圾不是完完全沒價值 其實垃圾背後的價值是很大的 那可是問題來 它背後呢 涉及到非常多的團體 那你要怎麼讓這個垃圾流向 是可以容易被追蹤的 那所以我們 今年做一個專案 就是跟TWIoT 這是一個新創公司 那我們跟他合作就是說 幫他們把這個垃圾 這些資源 尤其是資源回收垃圾 還有幫人說 經過焚化爐處理這些垃圾 我們建立一個管道 可以讓他們去追蹤 去追蹤它的那個流向 然後呢 這樣的話對相關的廠商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以前廠商 他沒有辦法拿到一個比較即時的資料 他只能用一個概況 就是可能自己去統計 或是依據台北市的一些提供的資料 但你也知道很多資料是在 剛剛講過的 北北基、桃園這邊流來流去 甚至有可能有些垃圾 還會跑到宜蘭去 就是因為 焚化或是一些分類的因素 但是這個平台建立起來之後 有一個好處是說 我們即時可以知道它的狀況 那對這些相關的業者 他也比較容易知道說 我既然都知道流向 我就可以更有效地去配置能力 然後呢 甚至呢 因為這些垃圾它本身是可以回收的 回收是可以創造精力誘因的 比方說我們把 新竹 不是講的 桃園 桃園這些工業廢棄物 它把它處理之後呢 如果有辦法帶進去新北市 新北市有些比較 比較進階的一個焚化爐 它可以去產生能源的 好 那這個過程中如果它產生的經濟誘因 是有一個穩定的經濟誘因 那你是不是可以讓 原本不會運作路線 它可以變得可行 所以我們近年就是做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你先去可以找一下這個TLOOIOT 好 那除了這裡外的話 就是有個東西比較 比較敏感一點 我不能講太多 好 就是有個東西 iVoting嘛 iVoting就是公民參與 比方說你去提供一些證件 給台北市政府做參考 好 然後 最近呢我們會做一些改變 就是 不是改變iVoting iVoting是一個可以運作的機制 雖然它有一些不理想 那你就想說 其實公共政策 其實都需要你我的關注 但問題來講的話 為什麼網路的民主很難去落實 有太多原因 我今天不是來探討說 網路民主怎麼落實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設計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鼓勵大家投一些想法 在很多時候 這個市政府 或是一個地方政府 即便是一個鄉長 他們都想要知道說 這個所管轄的範圍內的那些市民 公民們在想什麼 可是問題來 不太可能有一個比較有效的 其實你頂多在iVoting上看到某些人 連署個案子 然後你是按 同意不同意 或者你有話要說 你把它寫出來 那市政府可能派專員去看 這是過往的做法 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說以前呢 不是會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叫做 那個叫 問卷 你在問卷或是電話 對不對 電話民調這種東西 你想 過去的問卷 跟電話民調 你往往都沒辦法得到什麼好處 你就花自己的時間 然後寫這些資料 然後你可能 勾有一大堆選項 然後呢最後 可能人家給你一個紀念品 就是說 不能直接給你錢 給你一個紀念品 然後 或者給你一個折價券 然後通常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雙方花費時間是很大的 第一個你寫表格 可能就花了五分鐘 十分鐘 認真一點可能花十分鐘 那你花了十分鐘去寫表格 然後呢中間需要一大人去派問卷 派問卷還要跟你解說 連署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之後呢 還要回去幹嘛 回去解析這些資料 那你看光是中間人的成本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觀眾的地方是那個 不只是人的問題喔 要解決人的問題很困難 所以我承認我們 我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 我們解決的問題是 中間人的問題 中間的成本呢 以像剛才的投票 或是廢棄物處理 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大 但是你如果說 有辦法讓它 創造一個簡單的一個做法 比方說你有辦法 透過APP去投票 那投完票之後呢 你給它一個經濟誘因 比方說給你禮券 我給你一個 比方提高新聞額度 這種東西 我不用一開始給你錢的事情 但是有一定的經濟誘因 這是我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不能跟你講太多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這個議題 所以為什麼會需要區塊鏈 其實區塊鏈 你不能把它當作資料庫 你當作資料庫的話 這東西就沒有什麼搞頭了 當作區塊資料庫 它就是一個很慢的資料庫 但是我們講區塊鏈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價值的移轉 它是一個有效的價值移轉 比方說我們想一件事 就是說假設 假設你今天寫了問卷之後呢 你可以拿到某某賣場 1000塊的禮券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誘因 但是你看 這個1000塊的禮券 高達1000塊的禮券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以市政府的觀點 它需不需要一開始給那麼多錢 其實不需要給那麼多錢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一個禮券 那禮券什麼時候落實 它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那比方說對賣場來講 他們在意的地方是 人的流向 它在意的地方是 你能不能加入會員 我掌握你的身份 或者說你先繳一筆錢 對這些賣場來講 它在意就是人的走向 那對政府來講的話 它在意的地方是公共事務的推行 所以像剛才講 1000塊的禮券 它的落實來講的話 因為它不可能立刻花掉 對不對 你比方說這個東西是在半年內有效 然後有效時間是從某一天開始 比方說今天往後算了三個月開始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只要在三個月 或是半年後 弄出這筆錢就好 那其實這件事 對像市政府這樣的一個單位來講 做法很多 它可以跟這個業者談說 我怎麼去執錢這些事 但是中間都涉及到這個價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價值怎麼去移轉 這個是在區塊鏈非常非常重要 做這件事可以非常有效率的一個機制 這也是為什麼tengoID跟市政府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tengoID實際上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三個區塊 我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三個區塊 它的出發點就是說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針對個人 有一個好的一個管理 識別的一個平台 但是它對這個環境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說它其實它是一個自主身分認證 像剛才講的 我們去驗證的時候呢 不需要凡事都透過原始發誌單位去做 那不然說人呢 改名之後呢 因為它是自主身分認證嘛 所以你即便改名 你一定會有某一個什麼 某一個交易 某一個記錄 跟它說它是改名的 那這樣你也可以在什麼 剛才講的網路上去追蹤到 然後再來是它提供一個sendbox 這sendbox在做什麼事情呢 把你的個人資料把它包容起來 我們不是去針對你的data copy 就是你複製過的 你的副本去存取 我們存取的東西是什麼 我每次呢 其實還是跟資料的擁有人去要資料 那你可能知道 在今年五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就是歐盟的GDPR 在GDPR來講的話呢 它號稱叫史上最嚴格的個資法 那為了要因應GDPR呢 其實非常多公司 你會發現說看Google、Facebook 或者你想到這些大公司 它們都針對GDPR去做調整 所以你陸續 這從五月底開始 你就會收到很多email 那收到很多確認信 就是基本上跟你講 就是GDPR 那我們Tanker ID怎麼去符合這個GDPR 我們的觀點很簡單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沒有資料是直接copy的 我們所有資料都是流動的 它就像一個交易一樣 你發起一個交易 我從AD到BD 然後我中間夾帶什麼訊息 然後中間有哪些人幫你見證 我們盡量盡可能避免資料副本的存在 當然以效率來說 你一定要把一些副本 放在你的資料庫 本階段的資料庫 這次一定要存在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不讓資料 它副本存在 我們永遠都是從網路 去取得相關的資料 然後用自主身份認證的機制去檢驗 我們剛才講到那些hash去處理 然後這樣的話 就有機會創造一些創新 這是我們在TangoID去做的事情 好 那如果更具體來講的話 前面講的東西都是比較行銷面 我們來講一下技術 那技術面你要怎麼去實作這件事 技術面怎麼實作呢 它的觀點其實不難 就是說你看我們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單位 那我們這些流通的東西就是一個token 就是所有的你的數位身份 你的那些相關資料 它本質上它會有帶一些token 那這些token就是 中文叫做什麼 叫代幣 就像你湯姆熊的代幣一樣 但是這個代幣比較特別 我存取這些資料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要支付一小筆費用 這個費用很小 然後呢 這個每次呢 存取這些服務的時候 都要支付一小筆費用 然後這都有個帳本 這個帳本呢 就是一個活動紀錄 這個交易紀錄是由這個 剛才講過幾千台幾萬台機器這樣 相互去維護的 所以token YD呢 做的事情就是說 把這些東西追蹤起來 然後呢 我們會搭配一些 既有的 authentication的這個模組 authentication模組 比方說像那個指紋啊 瞳孔辨識啊 或是 零貴 對不對 在很多地方看到零貴 用人眼去看 反正就是說 它會搭配這種 authentication的機制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就是我今天只要有辦法做一次 就authentication還是 我還是需要人來做 或者需要一些 生物識別啦 之類的 就是這個東西很麻煩 這個是很難克服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什麼 2AF這種東西 然後去克服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克服之後呢 那我們其實就很容易去看到 一個人身份 比方說我的身份 那以我來說的話 那我的太太小孩是在 就在 比方說在 在台中 台中生產 然後我的小孩的戶籍可能在新北 那我在台南教書 那我可能在台北有 有其他的這個事業 那你可以看到說 像我這樣的一個數位足跡呢 我就很容易去 這樣子可以去找到 那在這個 市政的數位 我們稱為叫勾基 就是說 這些資料跟資料之間 它的管理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們tmd呢 就是去追蹤 追蹤追管理 那每次呢 我們拿到資料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每次拿到資料它不是副本 它是最新的資料 那當然過程中 你一定會有些副本 那更具體來說的話呢 在技術來說 這個東西 我們稱為叫做pue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證明一個東西存在 所以 我們在整個區塊鏈網路 最重要的事情 是做這個 證實 一個人的這個 資料的擁有權 然後呢 但是呢 你又不用知道 確切內容 那你可能知道 有一個東西叫做 zeo knowledge proof 就是叫 中文叫做 零知識證 zeo knowledge proof DGE 好 這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做那個通訊投票 好 通訊投票就是說 這個 這個選舉委員會呢 會把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投票 投票那個選票呢 會 會寄到你的通訊地址 好 那 寄到你的通訊地址之後呢 你在那邊勾選 勾選完之後 你把它密封 那密封之後呢 把它寄到什麼 在一定時間內 把它寄到這個選委會 或者一個中央的機構裡面 然後 所以你看喔 你的選票在這裡 這是你的票 然後呢 這個交給某一個人 某一個單位在這裡 我個單位 就是 我寫單位 某個單位在這邊 然後呢 最後呢 它交給中選會 好 那中選會呢 直到開票那一天 這個中選會 直到開票那一天 才知道你 才知道什麼 這裡面票是什麼 好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其實不曉得 是誰投票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會有做一件事 就是 它會有一個過程就是 它會去拆票 那會把那個信封把它拆開來 但是拆開來過程中 這些人 它是不能這樣 它是不能離開這個環境的 也就是說 這些人不能把 誰投了什麼票 這個資金揭露出來 直到什麼 直到整個選舉選完 然後中間過程中 還會有一些那個 就是把那個順序打亂 讓這個 揭露這個 投票資訊 這件事變得更少 那所以 這個 knowledge pool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可以在 不知道資料內容的前提下 去檢驗 資料是 是否屬於某個人 那當然技術來說的話 就是說 你所有存的資料就是 你存那些 SHA256 就是 或者說 類似的那些 這些hash 就是 你把這些東西存進去 但是你不用知道本文嘛 那你要去檢驗本文 是不是純 是不是同一個 同一個 內容 對不對很簡單 你只要去算那個 去個場就可以知道 所以概念很簡單 然後再來是說 過程中 這所有的交易過程 所有的資料流通過程 都是有 都是會有 都是有time step 所以你可以很 容易的去追溯 這個資料的來源 你可以很容易追溯 有沒有真的去造假 或者說不當的使用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最重要的是最後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 表這個資料的這個一致 就是 一致性 那這個也是剛剛提到的 像空氣核子這樣 像大規模的空氣感測器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有很多這個 基於善心的人 去提供資料 或者說有很多人 他不見得是因為善心 然後他可能是因為 他的這個 需要 比如說 自身的需要 比如說證明自己是清白的 所以他也去裝感測器 好 那問題啊 我怎麼知道這些人 是值得可信賴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不對 你過去都很容易用新的資料去 蓋掉舊人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讓這件事變得可以追溯 這個就是 所以你會知道這個在區塊鏈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今天不會講太多區塊鏈 講區塊講太多好像 很像詐騙 對 好不懂 好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建立這項自主身份認證 他的這個Source Code在Github都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 那我們最近會把這個 他相關的手機的應用程式把它揭露出來 然後 我們 我們最近還有做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DID DID就是去中心化的身份識別 那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W3C的那個規範 所以我們 我們最近把這個 依據W3C的規範 做出 相對完整 其實我也不知道 要 要讀完成 因為反正這個世界 在做這個專案的不多 那我們 我們最近的話就是 針對W3C的DID 去實作一個 去中心化的身份識別 那所以 這上面也是在 實作在這個 聽國ID上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在Github 搜尋一下就會找得到 找到我們這些做的事情 好 所以它的一個主要的應用 其實是用在 像剛剛講的 像空氣感測器啦 或是像 市政府 然後 然後 跟投票有點關係 這句話 這個東西比較敏感 我現在不能跟你講 你可能到10月的時候會 會頓悟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總結來說呢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說過往 要去識別身份 非常困難對不對 你要一個單位 接著一個單位 繞繞去對不對 所以你看過去呢 它有資料的產生人 那它會有 Cosigner 對不對 就是有人要去簽章 當見證人 那你發現 我就繞來繞去對不對 我光是要說明 我有沒有女兒 我有沒有太太 這邊是很困難啊 對不對 我要先拿出我的身份證 我要拿出我的褲口名簿 然後 才跟他說 這是正本喔 我有在 7月的某一天更新 對不對 那 真是很麻煩啊 因為 你今天跟某某人證明 對不對 那你證明當下 你沒有辦法跟另外一個人 因為正本只有一份 如果那個正本真的是正本的話 那這一份 你同一個時間 只能跟某一個人 某一個人 確認 那如果說你要贏本的話 更麻煩 對不對 還需要更多的見證人 那最近的話 過去的做法都是很麻煩 就是他需要一堆人來做 那我們現在想法是說 我們去創造一個共 共享的一個 我們稱呼叫做 Dispure Ledger 就是說 你去講一個共享帳本 一個共享的一個交易紀錄 那所有的證書的產生 所有的資料的這個 建立的時候呢 它都會有一個副本 不是副本 它的一個hash 但是你想一個印字 存在這樣的工作網路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查證 某人是否真的有你這些資料的時候 那就很簡單 你只要連上這個網路 那這個網路呢 背後是有幾千台幾萬台 一些機器去創造 它會保持它的資料自信 那當然過程中可能會有攻擊 但是這個有個好處是說 一旦你的網路越大 然後你的網路呢 因為它不是像比特幣那種網路 比特幣那種網路 是用算力的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Topology的 就是它整個是 越多網路參與 它有機會等一下 它有機會做得越公正 所以就是 我們就想要創造一個 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很多像市政府 之類的可以整個進來 那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最近除了台北市政府的話 我們做的一個事情 可能大家會有一點興趣 就是我們在 一樣是這個月 我們這個月 我們跟IOTA基金會 還有一個叫做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那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是聯合國的一個 聯合國的一個 夥伴專案 夥伴的一個單位 那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大家知道聯合國的 維和部隊 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那來自世界各地的 維和部隊的 其他背後不是只有軍隊 它有醫護人員 還有一些必要的後勤 這些人有二十幾萬人 那但是過往很大問題是說 這些人往往他的身份管理 只能靠紙本 對你們有聽說紙本 而且很多時候 紙本的管理的時候 還要扣押護照的 為什麼 因為道理簡單 因為這資料全部都紙本去記錄 然後你的聯合國 它事實上它有電子系統 但是這個電子系統 跟它原本的單位 是沒辦法建立好的關聯 而且有可能還有一些安全問題 那我們在7月中旬的時候 就跟這個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合作 那我們去把這個TangoID把它 把它推上國際 對不對 刷一下存在感 我就在這裡 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其實做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 又過去推銷TangoID 好 所以就是說 去提供一些基礎建設 給大家做參考 好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們有五分鐘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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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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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的方法是 這個所謂叫POW 它就用算力 所以你會需要說 更多的CPU更多的GPU 甚至一些ASIC IOTA不是它是 它的這些B它不需要挖 它本來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它只是用網路去證明 它這個東西有沒有存在 這個叫做PoS 所以它的整個功耗是很低的 那這邊給你一個參考 我們如果要運作IOTA的 FullNode 基本上只需要RESPi 3等級的硬體就可以了 上的on processor 再搭配1GB 的RES就可以運作 那空間的話大概是 目前要運作的話大概就是 20GB 最大的範圍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 在台灣被遺忘權 被遺忘權 對 被遺忘權 對 就是說這問題我重複一下 這問題已經講到像GDPR GDPR第17條 裡面就講到說 第17個Action 提到說有個東西要被遺忘權 也就是說 一個數位身份它有機會 它在 提供 就是資料擁有者的 依據資料擁有者的意願的前提下 我們可以去把它的這個 相關的數位主機散除掉 這是在GDPR的Action Action17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叫 the rise to be forgotten 然後這個東西在實作來說 如果你背後是一個區塊鏈網路的話 一般實作大概是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說 我所有資料都是放在 各自的這個伺服器上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你抽到這些資料其實是放在這些地方 然後你如果要有遺忘權的話 就是說要怎麼去貫徹 或者你會有一個revoque 就是說你去放棄你所屬的那個身份 你可能有某一個claim 說你放棄了 然後一旦這個 這樣的revoque claim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各自的這個資料 把它各別刪除 但是最後還是有一個交易存在 這個交易就是說 你曾經行使過 比如說你要自殺 或者放棄你身份的認識 識別這樣 這是一種做法 那另外一種做法比較激進一點 就是如果你去找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GDPR跟Database 你會發現說有很多資料庫 它都沒辦法符合GDPR 因為它每一個足跡 包含說剛才revoque這件事都不能存在 好 那這個在實作上就非常困難 我還沒有看到一個比較聰明的這個解法 對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嗎 可以再補充一下嗎 可以再補充一下嗎 比如說剛剛那個revoque 那如果有人真的 他每一秒做一個snatch up出來 把那個B2B 每一秒都snatch up出來 那是不是這個revoque 就一點用處也沒有 對 這個問題太好了 所以就是說 這過程中我們有跟台北市政府 還有跟一些相關的專家討論過 這件事其實很麻煩 他可能會回歸到中心化 就是去中心化跟中心化 那往往可能都是一線之隔啦 就是你不見得什麼東西都是中心化最有效率 比方想 三十年前 我們小時候為什麼會有那個統一發票這種東西 因為要抓逃路稅成本太高了 搞到政府沒辦法做 但是他給一些獎金 那你就想 我每個發票都會有辦法對獎金幹嘛 就要求去對店家 好不好 要給我開發票 而且還要確保說這張發票是不是對的 所以這某個角度他一直去中心化 中心化提供獎金 但是去中心化 讓各個體戶去追蹤 那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他就很有趣 就是說 如果呢 這個Snetha這種機制 他是用去中心化 透過那種 足夠多的接近去投票 就有可能這種問題 所以勢必他也有一個 就我認為說 一定還有一個中心化的方式去界定 那有個專案你可以去看一下 像那個 加密貨幣現在排名第五名的叫EOS 他們有很多討論就是說 他們想要去創造一個網路民主 完完全去中心化的去執行 然後翻譯說剛才講的這個議題 那不過他們的方法就是 你請你允許我有一些偏見 我認為說這個 是在執行裡面是比較困難的 我跟你一樣 我聽說有一些人 把一些黃色的小說寫到區塊鏈子 就沒辦法刪除什麼 會不會 這問題很好 就是說 假設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東西 包括說戀童癖 之類的 就是那種 質量在區塊鏈子 所以這東西出現很久了 在過去五年 Bitcoin的blockchain裡面 就有很多這種 比較怪的字樣存在 它的確就是這樣子存在 但是我認為說這件事會改善 因為人們用的這個browser 或者人們用的viewer 或是用的這個device 如果這個地方 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過濾機制 這還是可以發生的 就像我們今天network 我們的email裡面 有一大的span 有些garbage 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直接去 用smtp的內容 你會裝一些filter 你會裝一些之類的 對 那這個可能是另外的一個knowledge 或是用那個worklog 好 那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